明洪至三年公元1490年10月13 唐县城郊吕家 在当日吃过晚饭后 除大儿媳陈氏外 包括家主吕世红 妻子邓氏 大儿子吕泰文 二儿子吕泰武 以及二儿媳周氏全部报王 支线郭吉接报待人赶到 经武座查验 武人均是中毒而亡 至于是何毒物 难以分辨 一家六口死了五人 唯一幸存者陈氏自然成了嫌犯 究竟是不是陈氏毒杀全家 还是另有隐情 随着案情进展 真相也慢慢揭开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吕家属富裕之家 大儿子吕泰文在府城做生意 家主吕世红 与小儿子吕泰武放租收付 婆婆邓氏带着两个儿媳打理家务 一家人衣食无忧 算得上美满和睦 事发当天是吕世红五十寿臣 吕泰文从府城赶回为父亲祝寿 席间邓氏又添意喜讯 那就是大儿媳陈氏已有三个月身孕 吕家即将添丁 全家人高兴不已 当晚除陈室外 众人都喝了不少酒 收拾完毕就早早歇息了 谁知半个时辰不到 除邓室外 家中其他五人全部腹痛男人 呕吐不止 陈室吃惊不已 赶紧呼唤唐叔吕世纯帮忙请郎中 郎中李源到来后赶紧救治 可惜为时已晚 吕世红等五人均弃绝身亡 一家六口死了五人 吕世纯感觉事关重大 赶紧让儿子去衙门报了案 支线郭吉刚要休息 接报后未坐停留 待差役即刻赶到现场 无作验尸后 结论与郎中李源相同 五人均是中毒而亡 特征不像披霜中毒 至于究竟何物 郭吉怀疑有人投毒 便命人对吕家晚饭所用碗盘 以及家中酒坛等进行详查 陈室已将锅碗瓢盆洗刷干净 只有一个此碗中还剩有半碗浑酒 无作找来一老鼠和一只鸡试毒 结果老鼠无恙 鸡却抽搐而死 这一情况令众人疑惑 连郎中李源都不知何故 搜寻房屋的差役们一无所获 并未发现类似皮霜等毒物 眼见天意大量 郭吉命人将五具尸体 以及陈室吕文臣 还有在场的一些邻居 一同带回县衙 即刻审讯 公堂之上 郭吉言审陈室 陈室不明所以 家人报亡令他悲痛欲绝 边哭边说了昨日之情况 夹遭灭门 只有陈室独活 而且当日寿宴的菜肴 都是他所做 自然就成了嫌犯 郭吉性情有些急躁 对陈室动了扎行 陈室被夹得连声惨叫 但不肯承认毒杀全家 郭吉担心重刑汇要了陈室的性命 便将他暂且收入牢中 而后命中差役先回去休息 养经蓄锐后再详细调查 当日下午 仲差一回牙 奉郭吉之命搜寻证据 平民百姓八卦者居多 不乏一些捕风捉影 唯恐天下不乱之人 有些邻居印度纪吕家的富贵 便无中生有 天由家促乱说一通 有人说陈室与周氏轴力不和 经常吵架 有人说陈室不孝 与公婆不和 也有人说陈室与公共吕是红油染 还有人说陈室与丈夫不和 更有甚者说陈室与小叔子 吕太吾有奸情 被家人发现后 下毒害人 这些说法越传越邪乎 八卦之人喜欢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特别阴奸情杀人更有噱头 所以传言中的最后一条 人们更愿意相信 那就是嫂子陈室与小叔子油染 奸情败露后毒杀全家 正所谓人言可畏 谎话千遍就成了真话 在人们的舆论之下 知见郭吉也认定了陈室毒杀全家之说 无作邓成对这些漠不关心 也许是职业原因 他对那半碗混酒中 究竟是和毒物十分上心 为此走遍了唐县个大药铺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两日后 此案重新审理 就眼下搜集的证据 陈室自然嫌疑最大 毕竟吕家人一向人善 并未与他人结过大仇怨 而且家中吃食一项都是陈室负责 郭吉急于结案 就对陈室动了重刑 衙门的酷刑何其重 年轻力壮之人都经受不起 更不要说陈室了 三堂下来 陈室昏死过去几次 他担心腹中胎儿 只得认罪化压 想着在牢中拼命撑下去 为吕家生下子女 到明年秋决之时 也算对得起泉下的家人了 郭吉拟定陈室斩立绝 然后将眷宗上交都府刑部 等待合议 不久后刑部审议陈室斩首 待明年秋决执行 这段时间 吕士臣与陈室的父亲陈文基各方奔走 甚至还去到南阳府衙申诉 可惜刑部已经合议 知府衙门不予受礼 吕家的后世 吕士臣已经处理妥当 陈室感激唐叔的付出 将家中生意和事物交给他打理 吕士臣含泪应下 虽然女儿被判了死刑 但陈文基与妻子蔡氏 以及陈室的哥哥陈阶 宁死都不相信陈室毒杀全家 就算知府衙门驳回上诉 他们仍然不死心 继续上诉 吕士臣与陈文基花钱打电牢头和狱卒 使得陈室在牢中并未受罪 转眼到了来年四月 陈室在牢中生下一子 他给孩子取名长庚 并将他托付给母亲菜式照料 吕士臣告诉陈室 带长庚成人后 就把吕家家产交付于他 吕家添了香火 陈室心愿已了 只待秋绝 就在众人以为陈室必死之时 为弄清河为毒物 而激进风魔的武作邓成 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而这一发现也成了此案的突破口 原来邓成自陈室被判刑后 近半年的时间便找明医 终于在勉池县找到一名叫崔燕的老郎中 根据邓成的描述 崔燕认为吕氏一家 应该是务实毒蘑菇而亡 这种蘑菇南阳府山中旧有 长相与香菇相似 很难分辨 而且毒性强烈 如果食用后再饮酒 无药可救 邓成知道了毒物心中欢喜 但崔燕接下来的话 更令他喜出望外 据崔燕说 三十年前有个叫吕谦的年轻人 曾经跟随他学习医术 对这种蘑菇的外形和毒性相当了解 这个吕谦悟性很高 崔燕本打算讲一波传给他 但几年后 吕谦说母亲亡故 父亲病重 就此别崔燕回了老家 而这个吕谦的老家 就是南阳府唐县 懂毒物 姓吕又是唐县人 这三点聚在一起 让邓成几倍发凉 难道凶手另有其人 难道是吕家族中之人 带着疑问 邓成辞别崔燕 快马返回唐县 回到唐县后 邓成并未将此事禀报郭吉 而是私下打听吕谦此人 细查之下终于有了发现 这个发现也令邓成惊讶不已 原来吕谦就是吕世辰 邓成将掌握的情况禀报给郭吉 郭吉听完也是吃惊不已 此案刑部已经合议 若要翻案须向上级禀报 而且案件是自己一手侦办 若是重申 自己难免背负罪责 误了仕途 郭吉虽然鲁莽 但也不想有冤假错案 他决定申报重审 就算丹则也要弄清案件真相 郭吉上书府衙说明此事 卢之府无权决策 上报河南宣称不证私 不证私又上报刑部 不久后刑部批文 游河南暗查司会同南阳府及唐县重审此案 不日后 暗查使冯大人与南阳之府卢大人来到唐县 商议重审 几位大人重新阅完卷宗 又听邓城禀报后 命人将陈氏带到县衙后堂 让他重新回忆事发当晚 自己做过哪些菜肴 当陈氏说到自己做过一道香菇鱼汤时 几位大人警觉起来 冯大人问陈氏是否喝过鱼汤 陈氏说自己因为有了三个月身孕 不喜昏腥 于是当晚就没有喝 冯大人又让他回忆一下香菇在何处所买 买来后放在哪里 当日做饭时有无外人到过家中 陈氏尽力回忆 说公公寿臣当天 并无外人来往 香菇是前一天在城西菜场所买 由于菜饭湿了水 所以回家后就放在篓中 搁在后院墙边晾晒 邓城听完后 凑在三位大人身边小声说道 几位大人 吕世红家后院的隔壁就是吕世晨家 两家共用一堵院墙 了解这些后 冯大人感觉吕世晨应该是将毒蘑菇 隔墙放在香菇之中 陈氏分辨不出做成了菜肴 这才使得家人被毒死 他命人将陈氏带回牢房 而后与卢之府和郭之县商讨方案 方才只是猜测 还有地方没弄清楚 比如吕世晨是吕世红的堂弟 适合仇怨让他下毒害人 如果凶手真是吕世晨 那这个人真的算老谋深算 沉稳镇定 若要让他认罪福法 一定要好好想个办法 冯大人认为吕世晨杀人 应该是为了屠材 毕竟吕世红最近的本家就是他了 只是陈氏因怀孕躲过一劫 是在他计划之外的 卢之府与郭之县同意这个观点 三人商讨后做了一个决定 四日一早 大玉牢头找到吕世晨 说陈氏请他过去 有些事情要商讨 吕世晨来到牢中 陈氏一改往日的颓废 高兴地说道 唐叔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可能有望出去了 昨日按查时 宇知府大人叫我去回话 说找到了证据 我家众人应该是 务实独蘑菇而亡 这半年家里生一亏的唐叔照料 若我能出狱 定要带着长庚感谢您 听风大人说去勉持 接一位神医前来 到时候事情就清楚了 吕世晨听完也替陈氏高兴 说自己会整理好家产和账目 等陈氏回家后 全数交付与他 冯大人得知陈氏 按自己的叮嘱照办了 心里却打起了鼓 他不知道这个主动 打草惊蛇的法子 能不能让吕世晨心慌 继而露出破绽 就在勉持郎中 崔燕被接来的当天 冯大人准备实施 下一步计划时 吕世晨竟然主动 来了县衙自首 这一做法 令几位大人十分惊讶 吕世晨款款道来事情真相 吕世晨与吕世红是堂兄弟 自小一起长大 感情很好 16岁那年 吕世晨的父母染瘟疫而亡 令他悲痛不已 一年后 吕世晨跟舅舅去勉持走伤 认识了郎中崔燕 他竟配崔燕的医术 就留下来拜师学医 五年后大有长进 就谎称母亲病故 回了唐县 原本打算回来开医馆行医 但发现唐县医馆林立 心中犹豫 就在这时 吕世红找到他 念及兄弟情义 就给了他不少本钱做生意 起初吕世晨做得有声有色 还用赚来的钱取妻生子 但后来越发不景气 郁闷之下染上了毒瘾 钱财很快输光 吕世红接济了几次 他依然戒不掉毒瘾 吕世红一气之下不再周济他 也许是没了后援 让吕世晨有了危机感 他狠心戒掉毒瘾 慢慢的日子好了起来 但和唐哥吕世红比起来 差得就太远了 两家一墙之隔 唐哥家的幸福生活 让吕世晨生了妒忌之心 事发前一天 他见到执媳妇陈氏 在菜场大肆采购 心中不免犯了妒忌 见到陈氏买了香菇 心中突然生了歹心 他见陈氏将香菇晒在墙边 就跑去山中采了 与香菇类似的毒蘑菇 悄悄隔墙掺在里面 他知道唐哥一家 今天都会回来 如果一家人都死了 按祖归 家产应该归自己所有 令他没想到的是 执媳妇陈氏竟然没死 后来陈氏被判死刑 将家产交给自己打理 吕世晨计划成功 得偿所愿 但是他并不开心 其实唐哥一家 独发身亡时 吕世晨就已经后悔了 想起唐哥多年来的照顾 更觉得自己禽兽不如 但是已至此 只能继续错下去 自从吕世晨得到唐哥家产后 自家就没有消停过 先是小儿子坠马摔成了残疾 接着妻子生了怪病 便请名医都束手无策 自己的医术也无能为力 就在一个月前 四岁的大孙子落入水塘淹死了 二儿媳刚生的女婴也不幸夭折 吕世晨毒杀唐兄一家 心中本就愧疚 自家人连遭横祸 让他觉得是老天爷在惩罚自己 那日陈氏找他去说话 得知案情有转机 又知道冯大人派人去请自己的师父 吕世晨感觉因果报应 要找他清算了 为了家人不再遭祸 也为了向唐哥一家恕罪 他思虑几日后 决定来阿门自首 吕世晨讲述完毕 请求冯大人盼自己消首之行 这样自己可以多数罪孽 瞎到地狱也会安心许多 几位大人听完吕世晨的供述 心中唏嘘不已 此人医术不浅 又沉稳干练精于算计 如果用在正途 定会有一番作为 只可惜走上了邪路 此时崔燕来到大唐 吕世晨跪在师父面前痛哭不止 就像三十年前的那个少年 吕世灭门案终于真相大白 吕世晨被判斩立绝 陈氏无罪开示 官府对陈氏半年的牢狱之灾 表示歉意 并给予了补偿 知现郭吉对自己的草率结案 心中愧疚 尚书吏部请求处分 吕部将其罚奉一年 游知县降为县城 调去了边关苦寒之地 冯大人认为 吕部对郭吉的处罚过于严重 准备上奏求情 郭吉执意阻拦 认为自己犯了大错 险心网害人命 未被罢官已经是开恩之举了 不久后 郭吉带着家眷赶往边关赴任 陈氏被释放后 去娘家接回儿子长庚 悉心抚育教导 因为公婆丈夫 以及弟弟弟媳在天之灵 先目极度可以理解 毕竟都是凡人 但千万不要变成恨 否则就会像此案中的吕侍臣那样 害人害己 此案最值得敬佩的 不是为臣氏平反的案查使冯大人 知府卢大人和知县郭大人 而是那个为了弄清真相 不惜辩访名医的武座邓成 邓成终于职守 不弄清真相不罢休的精神 值得后人学习 同时值得敬佩的还有知县郭吉 他虽然草率办案差点而网害人命 但知错之后主动请罪 并且阻止同僚求情 这份为官之责 也同样值得现在的官员学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